军武村面官方淘宝店正式上线 淘宝搜索店铺军武村面官方店不要弄错 1880年9月一艘奇怪的小船在天津机械局建成试航 据当时记载船半幅水面航行凝结异常 破为合用 乘入水下水标人浮出水面持续 令水面一无所见可与水底暗送水雷 至于敌船之下 这被认为是中国人与潜艇的第一次邂逅 然而日共西山的清政府又怎有精力去发展这一载未来 改变海战格局的新事物呢 一直到民国时期 中国海军还在不断寻找装备潜艇的可能性 1937年民国政府曾花费1000万马克 向德国订购了碾送2B型潜艇 但当中日冲突全面爆发后 德国撕毁了这项协定 最终这连送潜艇加入德国海军 成为了U120与U121 一直到新中国海军成立后 中国海军的潜艇梦才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 1954年6月24日苏联海军缘送S级潜艇S-52与S-53在旅顺移交给中国海军 被分别命名为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 此后中方又从苏联接收了缘送S级与4艘M级小型潜艇 这8艘苏制二手潜艇构成了新中国海军的第一支潜艇部队 但毕竟不能总靠老达克送的二手货成本面吧 根据1953年中苏联国潜艇的海军订货协定 苏联向中国转了613型潜艇建造技术 这型潜艇的计划之初是作为一种S型潜艇的改进型 但苏联在账户获得了德国21型潜艇的技术资料后 对原计划做出了巨大的改动 最终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初的样子了 根据苏方提供的全套零件与图纸资料 中国于1954年7月在上海江南造船厂 开始了第一艘623型潜艇的建造工作 即后来的03型潜艇一号艇 这艘名为新中国15号的国产潜艇 于1957年完工交付 通过03型潜艇的建造工作 中国人第一次掌握了现代潜艇的建造药名 不过03型潜艇毕竟是一款基于战事经验开发的型号 还装备着舰炮这类不合时宜的武器 因此中国进一步向苏方提出获得更先进潜艇的请求 在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后 美国于次年2月4日潜艇了新技术援助的协定 中国将因此获得苏联当时最新的633型常规动力攻击潜艇 的全套图纸与建造工艺 但时间进入60年代后 重塑关系极转直下 继续靠苏方提供技术指导已不可能 为此中方迅速调整了对策 一方面利用苏方留下了的材料 完成了两艘先行艇 一方面加紧技术攻关 并于1966年2月在江南造船厂 开工了第一艘全部采用国产设备的033型潜艇 由此拉开了033型大规模量产的序幕 至1987年停产时 总共建成了106艘同行艇 成为此后20余年里 中国潜艇部队的绝对骨干 033型潜艇长76.6米 水上排水量1475吨 水下排水量1830吨 采用典型的柴电动力配置 最大下潜深度约300米 5倍位8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可搭载14枚鱼雷或28枚水雷 在那个中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尚未弱小的年代 033潜艇毫无疑问起来了海军技术兵种的中坚作用 如今随着一艘艘艘国产新潜艇的入列 033这一老兵终于可以安心退役了 相信叱咤海江的水面舰艇 大家在各类游戏中已经屡见不鲜 但能操控潜艇战斗的却富毛凝角 所以战舰猎手在这方面的努力显得尤为可归 在这款游戏中 玩家操纵的潜艇能使用鱼雷水雷等武器 下潜后将改为水下操作视角 完美的李真华眼潜艇的真实作战场景 更能够操纵033这些空后国海军早年遗众的红色巨沙 与大河 伊阿华 李斯麦这些历史名剑 来一场梦幻般的终极对决 喜欢中国海军与海战游戏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哦 空中网正版海战手有战舰猎手 7月25日全渠道正式攻测 关注微信战舰猎手 众多福利礼包等你领取 详细攻略 祝你航行更加顺畅 下载游戏一起来赶上二战时期 辉红的海上战斗吧